大家好我是云燕 现在竹笋非常的便宜 今天和大家分享自己在家里泡栓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准备5斤新鲜的竹笋 把竹笋撕成条 撕成条的竹笋放在开水锅里焯一下水 水开以后放入竹笋 锅里不要沾上油 竹笋大火煮4分钟以后捞出 不要过凉水 让它自然晾干 锅里重新放上一锅水 加入两个八角 两块桂皮 一点花椒 五片香叶 五个丁香 一把干辣椒 水开以后煮5分钟左右 准备一个玻璃瓶 用开水把玻璃瓶烫一下 然后用白酒滚一下 放到阳光下暴晒也可以 这香料水煮5分钟以后 一斤水加10克盐 加一斤水放10克糖 冰糖最好 我这放的是白糖 让水自然亮亮 这玻璃瓶用开水烫过 用白酒滚过以后 里面放上一点大蒜 放一点姜片 把前面烫好的竹笋放到这玻璃罐里面 香料水晾凉以后 倒到这竹笋里面 香料水倒好以后 风口树倒一点雪碧 这样它不会生花 盖上盖子 放到阴凉处发酵20天就可以吃了 这样泡的酸笋放着一年也不会坏 现在真是竹笋大量上市的季节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做一下 味道非常的好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烟 下期见